是這個芭樂園的另外一棵芭樂 在這棵樹他要跟我們講另外的訊息 我們首先看這棵樹呢 樹幹上有很多的青苔 綠色的這些青苔跟第一 各位看這個小小的一棵芭樂樹上 就會長青苔跟第一 可是呢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講 樹老了就會長這個 不對 這棵芭樂樹才四歲 有人說潮濕的地方才會長青苔跟第一 不對 這個地方空曠又通風 所以這些青苔跟第一呢 都跟這些原因沒有關係 青苔跟第一呢不會傷害這棵樹 這棵樹因為它已經沒有成長了 於是這些東西附著在上面不會掉 它就會越長越多 所以青苔跟第一是樹不成長的一個 像一個表象 呈現出來的現象 好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樹皮呢 有個非常特殊的紋路 在這個地方 成方格型 成方格型的形態 我通常呢稱這個呢叫十字龜裂紋 十字龜裂紋 這個呢在一棵樹還活著的時候 會在局部的地方 局部的地方 出現這種十字龜裂紋呢 就是這個地方死掉了 這個局部的地方死掉 那局部的地方死掉的原因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當它死掉的時候 原來在裡面的邊材 是充滿了水分而飽滿的 柔軟的 可是當它這個地方 水送不上來死掉的時候 裡面的邊材就萎縮進去了 可是外面的殼 樹皮是硬的 於是兩個就扯開了 扯開的時候 就呈現這個龜裂紋 所以呢 通常這樣子的十字龜裂紋呢 我們稱為叫做死亡的紋路 代表樹局部局部的死亡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局部死亡在這裡 別的地方倒是沒有 那我們看到從這裡延伸過來 這裡有一條根 這條根呢 曾經是這棵樹 維生的最重要的一個命脈 一個根系 那這個根系的死亡呢 不能吸水 會帶動這個地方呢 也死亡 我們的樹死亡 不一定有病原體 譬如說 這個地方的樹的死亡 是因為兩個動作 第一個是 這個原子 是由推土器整出來的 平坦的一個原子 於是 基本上 已經有個機械壓應層了 當它種的時候 就挖了一個小洞 就給它種下去 然後呢 頂多 中根基爬一下而已 中根基只能做到30公分 於是有效土壤層 只有在30公分層 甚至更淺 像這個已經做到地表上面來了 這個根已經到地表上面來了 那第二個原因是 這個地方呢 曾經用中根做勾 把土培到上面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土的高度在這裡 根頭的真正的高度在這裡 尤其是它賠了10公分的土 這一層呢 大家看沒有什麼 事實上就是一個窒息的土壤層 造成這棵樹呢 原來賴以為生的 活在最表面上的根系 被深埋了 10公分 它原來都已經浮到地面上來 就代表這個土壤很難呼吸了 結果它又把它附土 另外一個是這個土壤 它的純水不簡單 這個地方的土壤 因為是沙土 它要把水流住 含水率很低 所以天上下來的雨很快也就乾掉了 可是這棵樹 這個園子是會有湧泉的 會冒泉水的 可是這個泉水在比較深的地方 這棵樹呢 卻沒辦法深根下去吸 因為那邊的水 從地下來的水是無氧 樹沒辦法吸收 你沒有辦法讓雨水一直流流流 流到下面的層次去的話 根是沒辦法吸收到那個層次的水 所以天上的雨水走的方向 走到的層次 就是根可以去的方向 而這個地方如果跟地下水交錯 它就吃得到地下水了 那另外一個 所以我們看到這棵樹會倒 因為它沒有生根 第二個是它會病 因為它沒有很多的肥大根系儲存 第三個 它呢最後窒息了 細根死亡了 就導致它最後死亡了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園子的整個園區 沒有做排水系統 於是大雨來的時候淹水了 連續大雨 整個園子呢 雖然是沙土 就泡在水裡了 甚至出湧泉 一旦泡了一個禮拜 這個樹呢 就整體衰弱死亡 所以這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土壤是機械枕土 第二個是土壤的硬化 第三個是淹水 就會造成這個樹 根系的狀況造成各種多病 有什麼病原體 用什麼藥 於是這個就要變成是一個 浸在藥水裡的原子 其實不是萬病 皆由根本起 沒有 relaด 乃,н Sent事情 但是原來會燃 我記得這張吉祥 來壞 奇筆 一起吃到 achsen 就不資格